要教育好小孩的话 你先得给他树立坚强的内心世界 这个坚强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树立的呢 就是你的每天反复地告诉他 孩子 你是上天送于我们这个家庭的 你是最尊贵的 你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你就向这方面去努力 你未来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大家 带领同学们向前走 去创造你们这一个时代的业绩 这就是做父母的 做宝妈的 要反复强调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拥有领导力的这个潜质 而我们后天的每天的学习 只不过是为了发掘这种能力而已 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孩子们 随着你反复地告诉他 他会形成一个坚强的自信心 不管男孩女孩都这样去培养他 一旦他形成了这个自信心之后 那他遇到任何的挫折 他的应对方法就跟一般没有信心的小孩 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